現代最強流量師孫安佐 改名孫健豪 再度使出無下限曝光術等各大版面 啊又幹嘛了咧? 我們叫拯救世界計劃的活動 他想展現他研發的兵器 為宣傳8月底要辦的拯救世界活動 只是那個地點不太OK 帶著火槍上夜店 背景送辦 再度出現孫家救兒民場面 就是這麼簡單 歷來孫鵬迪英救孫安佐幾百幾千萬再砸 還有各種學費生活支出赴美就學 更有後來持有槍械與大量子彈 發表危害校園恐嚇言論 花了超過三千萬元 你覺得怎麼樣? 我是想看通話 甚至還遭黃奇AKA片扁小子 詐騙幾百萬元 有專家曾建議孫鵬迪英該設停損點 堅持向孫安佐表明立場 你是大人要自己負責 否則犯後毫不在意 也沒有任何反省 就是有人擦屁股的意思啦 其實本刊從策得知 孫安佐在泰呼馬闖宅 孫鵬一度心死 已經沒有要救了 但敵英為母心潤還是出手 甚至對孫安佐在泰國闖禍稱下骨 包括既改喝符水 扯出前准媳婦阿奶等等 都是為了模糊焦點 試圖轉移兒子真正惹事的原因 熟悉孫家的親友感嘆 孫迪仿佛都是一黑尼卡托的父母 像直升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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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嘟嘟嘟盤 盤旋 過分介入 饒女生活 讓那些小傢伙生長一點 同時也有專門點出 直升機父母雖然本意良善 但容易造成孩子缺乏自信自尊 缺乏處理事情的技巧 感到憂鬱 缺乏獨立生活的能力 不過最近蘇安佐受訪時說 我長大啦 最近都埋首工作 內容類似科技業 但還不能公布細節 如果真的違法話 那警察一開始就把我們抓起來 警方被保守所謂 至於這次的新角色 蘇安佐經紀人朱一鳴 學技力都很豐富 在性產業、夜店、酒店從業 還做過AV男優守天使 順便當一下中研院人文講座入教 甚至還復興過 更參加過立法委員選舉 負面新聞不斷 蘇安佐卻成為各大網紅的流量經紀母 堪稱現代最強流量師 最強的少年新話 現在開始吧 例如反顧男孩、酷炫孫生等其他網紅 本刊得知 某網紅最近跟蘇安佐一起吃飯 談論的話題主要圍繞動漫 蘇安佐更不忘宣稱 自己要成為最強的男人 眼神換散、情緒不穩 網紅更直言 就像卡到嬰 蘇安佐近來戴墨鏡 差點展開領域 就是致敬動漫眾數迴戰中的2.5 啊現在又是5點 爆雷 故事中個性有些輕浮 孩子氣 做事隨性 沒問題 因為我是最強的 將是其經典名言 大丈夫 我最強的 我最強 火槍世界後第七天 酷炫孫生台北1013他派對 吃吃喝喝 叔叔笑笑 還抽個點子耶 心情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問他跟家人的關係 誒他睡很不錯 在家跟媽媽也會聊天 安佐有被問到什麼嗎 有什麼話想說 有什麼話想說嗎 這跟瓦斯火槍有關嗎 有被問到什麼嗎 孫安佐戴著墨鏡 走出台北市行大 被移送卻一派輕鬆 爸爸孫鵬緊跟在後頭 眼神憔悴 身心俱疲 爸爸孫鵬從孫安佐被搜索 一路陪伴 到警局再到地檢署 這次又為了救寶貝兒子 孫鵬和迪英再度砸大錢 聘請王牌律師團 其中一名律師何祖順 曾是前高檢署主任檢察官 曾經辦過復興航空空難 經過王塑化計案 另一名師宣旭 是前士林地檢署檢察官 過去曾經辦過鴻海內鬼案 胖達人湘金案 還有曾經辦過合機炒股案的 前台中地方法院法官余德正 法界推估聘請三人打官司 光是起訴前的偵查程序 加起來就要破百萬元 過去孫安佐在美國賓州 因為持有槍械遭關押8個多月 當時就傳出孫鵬 迪英停工了8個月 夫妻倆便賣家產 燒光1億元 聘請王牌大律師 夫妻倆一再為了兒子奔波 下股事件後端午節 迪英曬出與孫鵬親密同框罩 兒子與孫鵬的關係疑似也破冰 這次又為了救寶貝兒子 孫鵬和迪英行力交瘁 東京在台北報導 什麼話想要說的 剛剛有看到你微笑是代表什麼嗎 來 想到了 小心喔 沒有 想 小心 不是 想一下申請嗎 最強的秘密又再打開 來 想到你微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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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回去之後 有沒有什麼計劃 不是 你是說 先讓安卓 改天再想好嗎 改天 改天有機會再跟各位報告 大家會辛苦 真的不好意思 嗯 我真的 麻煩到各位 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也還沒有機會跟安卓講到話對不對 對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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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話想要說的 剛剛有看到你微笑是代表什麼嗎 來 搶到了 小心喔 他沒有搶 小心 他沒有搶 小心 他沒有搶 小心 你會覺得交保30萬太多嗎 慢慢對 比這小心什麼意思 安卓到囉 小心 慢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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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接力 小心 小心 後面樓梯喔 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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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力喔 很近 各位 慢慢來 不然 你們要進來 他總會是給我分享一下 聽力吧 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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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了 你們要走嗎 大家的 說 最強的提議 大街 苦思 大丈夫是 大家 可以 坐 要坐在 忙嗎 可以來 車嗎 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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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車到了 這是 手機車 來 現在還在調查中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方便跟大家說什麼 因為大家也知道 調查中我們要說什麼都不是 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 戴著黑帽目鏡 藝人迪英和孫鵬的兒子孫安佐 穿著白色上衣紅色褲子 被警方帶出台北市行大 準備送往北檢富汛 前景上午9點多 來到藝人迪英和孫鵬的住家 進行搜索 根據了解 他們當時和孫安佐都在家 全程也相當配合 而警方搜完後大約快11點離開 根據了解警方搜索之後 查扣孫安佐的手機和他自製的刀槍 將他帶回北市行大調查 而孫鵬全程陪在兒子身邊 現在還在調查中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方便跟大家說什麼 因為大家也知道 調查中我們要說什麼都不是 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 根據有解孫安佐的朱姓經紀人 前一晚高好就睡在他家 被警方先帶回位在新一區的住家搜索 結束後也被帶回市行大 這回檢警大動作繽紛二路搜索 不排除是因為兩人前幾天到新一區趴趴走時 經紀人隨身帶著的一把瓦斯火槍 當時他說這是孫安佐最新研發的冷兵器 沒有殺傷力 但過了兩天又被檢警帶回調查 他也立刻發現洞要粉絲注意 說自己和孫安佐被開搜索票 手機也被扣走 而孫安佐的媽媽藝人迪英也發文 引述老子名言 兵牆責滅牧牆責折 任何時候都不要炫耀保持低調 是否回應愛子風波 讓人看得捕灑灑 檢警持續釐清他們所說的冷兵器 是否射擊不法 東森新聞綠場范靜雯 蔡宇山在台北採訪報導 為什麼要打警察 還要打警察是真的嗎 為什麼要打警察 來 住案權 就住案權 住案權 大家說我有可能違法你槍貌 但又要到被迫 住案權 完全不可能違法 小心 現在可以說我們要有行為 我們大家要小心 小心 完全不可能 小心 我完全沒有違法你槍貌 大家用到條例有問題 白天大家警察事 你是真的嗎 好好好 小心 欸 小心 好 小心 那各位給他掛 大家有照料這樣子 好好好 來來 小心 慢慢退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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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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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 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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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姐 很到了 會不會小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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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後退 再退 慢慢下 右邊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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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退 小心 小心 退好 電梯到了 小心 小心 來 小心 慢慢退 再退好 再麻煩再退一下 來 左邊讓個路上樓 來 麻煩左邊 左邊讓個路上樓 你有沒有話要說 來 來 好 這樣 出來 都有 在這一陣子 也有 行 麻煩 您 現在沒事 心 Options 鬼 不要再往前了 不要再往前了 詞曲 李宗盛 把頭髮 他不會啊 這個 就事後再聊 再聊 好 謝謝 再聊 謝謝 這個 改天再聊 好 好 你們小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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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後面有柱子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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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嗎 戴著黑帽目鏡 藝人迪英和孫鵬的兒子孫安佐 穿著白色上衣紅色褲子 被警方帶出台北市行大 準備送往北檢附訊 前景上午9點多來到藝人迪英和孫鵬的住家 進行搜索 根據了解他們當時和孫安佐都在家 全程也相當配合 而警方搜完後大約快11點離開 根據了解警方搜索之後 查扣孫安佐的手機和他自製的刀槍 將他帶回北市行大調查 而孫鵬全程陪在兒子身邊 現在還在調查中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方便跟大家說什麼 因為大家也知道 調查中我們要說什麼都不是 說也不是 不說也不是 根據了解孫安佐的朱姓經紀人 前一晚剛好就睡在他家 被警方先帶回位在信義區的住家搜索 結束後也被帶回市行大 這回檢警大動作 兵分二路搜索 不排除是因為兩人前幾天 到信義區趴趴走時 經紀人隨身帶著的一把瓦斯火槍 當時他說 這是孫安佐最新研發的冷兵兵器 沒有殺傷力 但過了兩天 又被檢警帶回調查 他也立刻發現洞 要粉絲注意 說自己和孫安佐被開搜索票 手機也被扣走 而孫安佐的媽媽 藝人迪音也發文 引述老子名言 兵強責滅 目強責責 任何時候都不要炫耀 保持低調 是否回應愛子風波 讓人看得不灑灑 檢警持續釐清他們所說的冷兵器 是否涉及不法 東森新聞 李宇常 范紀文 蔡宇珊在台北採訪報導 《一時 》 《一時 》 中文字幕——YK